延伸一些練習題 這個是只有一個刮鬍 長寬高的話 你把它打開來 啟用編輯一下 你會發現 一二三三個刮鬍 後面是答案 一樣你可以把它解決掉 重新自己來過 那當然 前刮鬍後刮鬍 FINE 把它切過來長沒有問題 那寬怎麼辦 前面講過FINE FINE裡面還有第三個參數 START從哪一個字開始 那比如說你找到前刮鬍 你可以從前刮鬍的位置 再加1往下找 它就不會從頭找 而是會找到從 我不要從這個字開始 我從這個字後面一個字開始找 又找到第二個前刮鬍 然後也是一樣後刮鬍 也是從這邊再往這邊找 不然的話每一次又從頭找 又找到同樣的那個第一個刮鬍 所以第一個找到找第二個 第二個找到找第三個 那長寬高都可以找出來 不過第三個寬的那個公式 可能會非常融長 因為再往後找 再往後找 那當然如果找三個其實已經算是多了 如果再多找很多個 這個時候用內建的函數來解決問題 就不是比較好的方案 那通常會用VBA來解決 因為VBA它可以一直讓你往下找 所以如果有時間的同學 可以想想看 擷取長寬高怎麼做 那另外還有一個範例 其實這個範例也是同學問的問題 這邊有一個叫自串切割 那這個自串切割 這個是某位同學 他每天要做的工作 他的工作什麼樣呢 他希望把這裡面的 中刮鬍裡面的這東西 有沒有這個刮鬍裡面的東西 放到這邊來 那你會發現 這邊放過來對不對 他其實要是這樣 所以他每天就這樣 Ctrl C Ctrl V 然後這邊Ctrl 這邊有沒有這一段 C Ctrl C Ctrl V OK 所以他每天就是C Ctrl C Ctrl V 他想不到有更好的方法 不過後來我跟他講說 有這個Fy函數加密的函數 這個就可以做出來 但是呢 這個地方沒有那麼單純 後來跟他講 做完之後 他後來跟我講說 老師請看第幾個 第六列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所以後來兩個怎麼辦 那第二個 第一個抓得到 第二個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地方 想一下有沒有什麼方法 一樣嘛 找到之後 如果後面還有的話怎麼辦 有沒有方法自動讓他往下找 因為這個超連結 中瓜湖一個儲存格裡面 可能不只一個的話 那可能內建函數也會有一個局限了 他只會找到第一個 那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怎麼辦 OK 所以這個地方也許 可能還是需要用VBA來解決問題了 因為VBA可以一直往下找 找到沒有為止 但是呢 我們的函數 它即便怎麼找 好像也是會有一個限制 所以這個也許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把那個 我剛剛講的這些題目 把它打開來 稍微了解一下 好 那這個題目都在 我們文字 剛剛講的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的這一題 今天講這一題 後面這一題 還有自傳切割 那當然我們以範例題 當成核心 接下來就是說 這題做完了 第一個 我用fine先找前瓜湖的位置 再找後瓜湖的位置 再用need函數去把他們的位置切出來 切頭切尾 再減1 就可以抓到 我們要的資料的位置 但是如果裡面 它找不到前瓜湖 或後瓜湖的話 會有錯誤 所以把它過濾掉 用這個if air來過濾 我前面講過 如果將來不只這個value錯誤 只要你們常常看到那個錯誤 都可以用if air來過濾 這個過濾還蠻好用的 而且比起其他的方法 我覺得簡單太多了 只要給它一個空置串就好了 所以就是把你要給它判斷的東西 跟你要把它轉換成什麼東西 兩個初生格 所以其實並不複雜 最後呢 當然你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不過其實這樣有些同學可能比較好理解 但是直接就把它串在一起的話 你剛剛乍看之下 你可能會沒有辦法接受 到底這是什麼東西 一下子要馬上理解 恐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而且這個公式已經算是 還算是簡單的 還有非常非常複雜的東西 應該各位有在工作上常常看到 很複雜的公式 那當然如果說你的工作裡面 有很複雜的這個工作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轉換成VBA 因為VBA處理複雜的邏輯會反而更簡單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分 逐步的去把它完成 比如說呢 我們如果把剛剛這個邏輯要轉成VBA的話 當然一樣 我們可能會有幾個 我們按部就班來看好了 因為大家對於這個VBA還是 大部分同學還是比較陌生 所以我們一步一步來完成 就是第一個 當然我這邊有輸出的方式大概有幾個 一個是我直接把剛剛這個完成的公式 直接就幫我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讓它執行 因為我想說 老師那我不要重新思考VBA怎麼寫 我只希望怎麼樣 把我剛剛做的公式丟進去 讓它可以執行就好了 因為你可能有很多的以前寫過的東西 但是你要把它改成VBA可能還有點困難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直接就丟過來就是類似這樣 直接執行它 執行 那你會發現裡面放的是一個什麼 一個公式 但是它可以逐行幫你去執行 那另外還有一個清除 這個清除應該上個禮拜寫過了 一模一樣 那我們基本上的邏輯 其實是清除會比較簡單 那做法上面第一個 當然你要先把開發人員先叫出來 大家還記得吧 上禮拜的東西 它的位置是在這邊 那個機關在這裡 其他命令 設定功能區 這個預設是沒打勾 你記得把它打勾之後 按確定就可以了 第二個的話 就是到開發人員裡面的VBA 我是強烈建議 平常一定要跟它多多相處 因為你用久了 你會發現 它其實也沒那麼困難的 而且你可以把很多事情 你只要跟它講 它聽得懂 沒有錯誤的話 這事情就全部做完了 真的可以做到一鍵完成所有的報表 不過需要一點點時間 我想這一期盡可能的 只要你這一期課程 上完課回去也有做練習的話 相信應該還是會有一定的水準 那裡面的話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切到Visual Basic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它原來會是這麼大一個 那請你怎麼樣 把它縮小 縮小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這樣我也方便 放到旁邊 然後慢慢去觀察 到底我要做什麼 那首先的話 我需要寫一個清除的按鈕 清除的按鈕怎麼撰寫 上禮拜有提到 不知道各位還記得吧 第一個 先在這一個專案 那這個專案 它開頭一定是VBA的project 後面刮鬍一定是 這個檔案的名稱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名稱是不是match 因為有的時候 你可能開不只一個檔案 它會有不同 就是不只一個VBA的project 像我另外還有開什麼 開152有沒有 所以你不要寫錯位置 因為之前有同學開了好幾個檔案 結果把那個模組寫到另外一個檔案 然後在執行的時候都正確 可是關檔的時候 因為它存到另外一個檔案去了 所以這個檔案就沒有模組 那回家一看 奇怪我的模組寫到哪裡去 不見了 其實不是不見了 是你放錯位置了 可以特別注意 下面不是還有一個對不對 所以你在插入模組的時候 記得 請你在這個底下按右 這個區塊裡面都可以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模組 這個時候會有一個模組出現 然後呢 再撰寫程式 寫在什麼呢 這個模組裡面 所以如果這個模組沒打開了 沒關係把它點兩下 它就打開了 那我這邊已經有寫好了 對應到 假設我們先從清除開始好了 怎麼樣清除 其實基本上 一樣先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名稱的話呢 你就打上清除兩個字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如果是按鈕的話 一定會對應到sub 如果是插入函數的話 一定對應到function 這個規則我想慢慢一定要記熟 也沒什麼太多可以需要記的 反正就是這樣 這個對這個 這個對這個 千萬不要對錯了 因為之前有同學 寫了function 結果按按鈕他就找不到 然後這個什麼 插入函數用sub 也一找不到 因為你沒有nature 這兩個 兩個只要不要錯就好 那打上清除按確定 那我要怎麼樣把資料清掉 這上個禮拜有寫過 所以我們就不足夠寫 寫一個for i i指的是列 從第幾列呢 從第二列 一直到哪一列呢 到最下面一列 當然一般是寫十啦 until兩下ness 這個指的就是說 我這個範圍裡面 二列到十欄 裡面做什麼呢 把b欄裡面的資料清空 特別是這個 這個清空呢 是把儲存格 儲存格的物件叫sales 哪一列 第i列 逗點哪一欄 那這邊你可以給一個b欄 不過 前後要加雙以後 等於空的 意思就是說 我竹一個一個的儲存格 幫我把這個空的丟進去 丟的其實就是清除的意思 ok 那另外呢 有個地方 就是第十列 同學可能會想說 老師那將來如果 我有另外的參賽者呢 會增加怎麼辦 那是不是要在b欄裡面修改 這樣子當然不符合經濟 所以通常怎麼樣 會直接把這邊寫成 向下偵測 那向下偵測怎麼偵測 特別注意喔 通常是這樣 儲標放在這邊 Ctrl向下 Ctrl向下應該 大家都常常 Ctrl向下 上下左右是偵測這個範圍的 它的最下面一列 最右邊一欄 Ctrl向上是最上面一列 有沒有 利用這樣的方式去偵測 那如果在VBA裡面的 撰寫方式 我們可以利用 那個叫 哪一個儲存格來偵測 比如說我優標假設是 放在A2的話 習慣上 這樣的寫法會用Range Range的話 指的就是哪一個範圍 不過呢 範圍裡面也包括哪一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 我們從A2 A2記得喔 是一個字串 向下偵測 點 1 1的話指的是end 是邊界喔 OK 所以你把這個點兩下 那它會問你說你的邊界在哪裡 前刮虎 這邊會出現什麼 上下左右有沒有 也就是你前刮虎字沒打錯的話 它會自動跳出來 那我要偵測什麼 這個向下的喔 OK 所以XL down 就有點像Ctrl向下 那偵測到的結果喔 請你告訴我 最下面一列 是哪一列 所以點RO 這邊再打一個RO 這樣的話呢 就等同你按下Ctrl向下 所停留的那一列在哪裡了 OK 它這個方式還蠻常用到的喔 所以這邊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也就是說將來喔 你要知道你現在資料喔 最下面一列在哪一列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得到最後的結果 那也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啦 起始列應該知道 結束列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得到 那我們這個地方就得到一個清除了 那清除之後的話呢 如果我要輸出什麼 剛剛自串那個公式的話有沒有 那其實你可以把這個清除的公式喔 Ctrl C 那Ctrl V 貼上之後呢 那把那個什麼呢 清除的這個名稱改一下 那比如說我可能改成什麼 瓜糊自串 因為我要輸出的是公式 所以我加一個底線公式 那本來是這樣喔 本來它的這個結果是 把這個清掉 本來有沒有 如果你把上面東西 複製貼上 它是這樣 可是我希望不是啊 我按清楚不對啊 那我怎麼辦 我要把那個公式 放到這邊幫我去執行的話 特別注意喔 前面好像上禮拜 是有講到這部分嗎 沒有 OK好 那其實這邊有個關鍵就是 一請你先把那個 原來這個公式有沒有 先把它怎麼樣 把它複製 記得喔 整個複製起來 Ctrl C C 之後呢記得喔 先取消一下 因為如果你現在沒有按取消 你切到VBA啊 你會發現點不下去 因為優標還在這邊喔 所以把它取消一下 OK 再來的話呢 請你把剛剛的公式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不過特別注意喔 貼上之後喔 貼上之前喔 不過貼上之前喔 我習慣會先把它放到一個 記事本裡面先檢查一下 檢查什麼呢 記事本喔 就是裡面有沒有雙引號 其實如果裡面有雙引號 特別注意喔 因為這個雙引號 VBA已經用了 但是你又給它一個雙引號 它分不清楚 到底這個是VBA裡面的雙引號 還是Excel裡面的雙引號 所以通常喔 會把這個雙引號改成兩個 兩個表示是在Excel裡面的公式 一個的話表示是VBA裡面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一個比如慢慢改啦 不過一個慢慢改喔 可能常常會怎麼樣 漏掉一個 或常常會漏啊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樣 乾脆喔 我就不要一個個改 我乾脆用記事本裡面的取代 取代裡面的一個變成兩個 比較好了 這樣保證不會錯啦 所以全部取代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一招喔 拿來寫這個程式喔 反而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不過這個是我自己習慣的方式啦 那當然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比如貼到VOD其實也OK喔 然後呢再把它怎麼樣 貼到這個雙引號 就清除的這個貼上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就是你去執行它 你會發現喔 把這個地方喔 把它執行一下 這個地方執行 你會發現奇怪 怎麼都完全沒有反應 那裡面有沒有東西 其實裡面已經有東西了 可是喔 它有一個問題 2還是2 它不會變3 有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需要怎麼樣呢 把這個公式裡面的A2有沒有 改成什麼 改成I就可以了 其實就是把什麼呢 把這個 因為我們不是永遠都是第二啦 因為它是2到10嘛對不對喔 然後呢它會去改變它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樣把這個2 改成這個I放過來這裡 所以規則2喔 第一個就是一個雙引號改兩個雙引號 第二個規則呢 把那個列號改成I 那因為這邊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對不對喔 特別是 你不能直接這邊打一個I啦 因為變數 不能直接放在字串裡面 必須用什麼呢 雙引號 兩個 先把它切開來 因為本來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我先把它切開來 切開來之後呢 你要串接 AND AND 這個在那個Excel裡面還蠻像的 再把I放進來 那I放進來之後的話 記得喔 VBA跟那個Excel裡面 最大的不一樣是 前後要怎麼樣 加空白 就是這個AND符號 它必須前後再空白 那我們已經做好一個 這個跟這個跟這個都一樣 所以喔 你可以怎麼樣呢 這個可能要很細心 有一點細心喔 把它什麼 貼過來 改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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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所以喔 我就習慣上是C 頭尾嘛 頭尾 然後把它這邊把它貼上 貼上 總共的話有四個啦 所以你就看到2 這邊也有個2 就去變更它就對了 然後把這個結果給 試一下喔 來自新 有沒有發現 丟出來 那你會發現喔 這邊變3了 這邊變4了 那其實每一個喔 就是透過那個I去幫我變動上面的數字 那這個當然有點難度喔 所以我這邊已經有把那個VBA的部分放在這裡 所以先清除 再一個公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